欢迎收看我爱大小姐 女人觉得最兴奋的时刻 就是自己心爱的男人 来跟你求婚的那一刻 那如果有附带一个闪亮亮的 大大的快要刺瞎你眼睛的戒指 那就更新奇了 太大的应该就假的了吧 你干嘛这么悲观啊 不是啊 那么大又那么太贵了 现在很多人都流行 一求婚就用很大的戒指呢 真的 今天呢我们来的来宾 就是幸福的人妻 来谈一谈求婚的神秘一刻 好 我们首先请到一位呢 还没嫁人的 我跟他第二位来宾一步弄 这位呢就是精品业者妮可 大家好 大家好 深入研究时尚精品 今天将展示超夸张收藏的Niko 因为我们比较势快啦 我们不只是要讲求婚 我们要讲求婚戒指 所以请她呢来鉴定一下 这些戒指的价值 第一位幸福人妻就是 寇乃欣 大家好 对 这一对的婚礼其实 对朋友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就前一天晚上 他们真的好有礼貌 就打电话来说 你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我没有看到你的话 这个婚也结不下去了 结婚那天去 你会发现宾客大概有上万人吧 你想要挤到前面看到新娘 都不可能 拜托 我们真的只有打 大约只有打十通电话 所以如果你有接到电话 就表示你会是我们的重要 所以我就没有收到电话 对 我有收到电话 我也觉得很感动 于是我六点就去了 八点半我还没有吃到东西 为什么 你应该要三点就来 我们下午的演唱会才是精彩 好 是不是 到太晚了 是 第二位呢是 老公很爱搞浪漫 可是呢 老婆未必可以接收 熊佳姐 第三位呢是刚刚生的小孩 幸福洋溢又窑条美丽的小咪 最近老公说过最浪漫的话 做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呢 乃欣 这两天她有跟我讲说 我就说为什么你每天都这么晚睡觉 然后她就说她在等我 说为什么等我你先睡就好了啊 她说不行 她说她一定要这只手要先抱着我 她才睡得着着 有 这样算他们很恶心 有了 可以了 好 那下一位 佳姐 最近啊我老公她去韩国拍戏的时候 就是她拿了金钟奖之后呢 我就是也没有想到 什么方式帮她庆祝 然后我也没有帮她买东西 就这样很平静地过了以后 然后她就去拍戏 所以故意忽视她吗 我真的不知道她心里想要什么 我知道她心里想要什么 她想要什么连我都知道 连小小咪也知道啊 应该再放大声一点啊 我有一天那个有一个浪漫的下午 已经有送她那个礼物了 已经有送了 你那一天就说 请问多久才能送一次 再半年吧 再一个月送一次吧 就是她也 其实她是那种 你要诚实哦 不然等一下她又会说 听你这 她不会去勉强我 她就是不会主动来约我 通常我们要干什么的时候 都是我要靠过去她身边 靠过去她房间 因为我们分房 就是你要像古代的宫女 对付皇上那样 要主动 因为我就要那个 可能就出其不意的 就是坐在她旁边陪她看电视 然后就是等她那个 征召我入她的那个宫里面这样子 她有时候不主动的时候 我也不好意思去 去对她怎么样 所以得到金钟奖之后 好不容易得到一次这样子的待遇 对对对 然后后来她去韩国拍戏 那你们这样不行啦 她真的有比我浪漫吗 有啊 哪有 我跟你讲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她是一定要这样 她一定要问她老公说 老公 今晚要试寝吗 OK 对 而且你问一次就没诚意了 她要问三次 那被拒绝不是很尴尬吗 就是很礼貌 要试寝吗 不用的话就不用 不用 对 不能只问一次 今晚要试寝吗 对 而且她要这样子是 或是你可以弄几个牌 给她抽 去有一个可能是你的英文名 有一个是你的中文名 有些是什么 对 老公 请问今晚要哪一位 对 或是 差不多能一点 我觉得你讲得好详细 你在讲你的经验吧 不可能 我不可能 对 所以她后来就是 有事情完之后呢 她后来去韩国之后 她就买了一件 那个小羔羊毛的那个皮给我 那有贵 礼罗出手一定是大方的 她说她用光她身上所有的盘产 所有的钱都拿去买了这样 好感人 对 这件事情之后就老公有打赏 对 就跟带王可以打赏小蟹 打赏 对 好啦 算浪漫了 对 小咪 小咪不要被其他的太太带怀 请问呢 你最近有没有浪漫的事情 她前几天有跟我讲过一句 很感谢的话 她说老婆 谢谢你为我生那么可爱的女儿 对 那我觉得我听得我还蛮感动 你是不是 这很好骗吗 我觉得你真的是 很淳朴 很容易感动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不浪漫 真的吗 可是她送你自己的 就还蛮浪漫的 因为一般男生 不会送这种东西吧 还蛮幼稚的 这是我还蛮幼稚的 这是我自己选的 Jason很擅长 不是 我意思是说 Jason很擅长 你好好说 让女生觉得 用小东西开心 我这样有没有结巴 好 年少转过来了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请到各位的老公 让他们手持求婚时候的 信物出场 然后重现当年的画面 因为你们刚刚讲的 真的都不够浪漫 那我们重现这个求婚的那一刻 欢迎第一位老公是谁呢 是谁呢 男朋友 大哥好 大家好 你骗我 你刚刚还在抱怨说 你老婆很难搞 可是 刚刚她说你有得到犒赏 我中间省略了几句话 如果时间拉长来讲的话 我是等于 可是她说一个月有一次 而且她说都要她主动 然后你都不理她 都要她主动要求 都是她主动 对 亂讲 你刚才聊些没听到 对 不是 那可能她的想法 是认为她主动 或许她主动过那么一次 她就会记得一辈子 可是问题就是我是 我是属于那种随时都可以的 随时备战的 对 我是随时都可以 各位 你知道男人有时候 我比较 爱那个 不是 就过了四十岁 有时候他就 你听听就好了 没事 影帝 真的假的 你问他就知道了 可是他永远都在拒绝我 没有 他在家比我还害羞 他不敢就是主动要约我 真的 他讲的跟我们看到的 螢幕形象完全不一样 我们看到的都是 你一直要邀约他 他不要 可是他说在家 你不是这样 你害羞的 他是很害羞的 都是我 拜托 我常常就是每天晚上 幾乎都在哄小孩 他都不会去敲个门 然后把我叫出来浪漫一下 对不对 都是我 有没有 半夜不睡觉 他有讲他不要注重小孩 有没有 已经舌到你旁边去 然后陪你一起看电视 你还不懂我的暗示 你还不懂 现在知道了吗 他只要陪你看电视就是 错 根本就不是 我跟你講 到底谁在说谎 对 曾经有一次我知道说 原来他来我旁边 是有目的的 因为他拒绝我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也习惯他拒绝 所以他跑不来我旁边 可以一起看电视 我也不知道 那我也没觉得什么 那我一样去做我的事情 洗我的澡 我没有想到要干什么 结果后来他就好像 有一次他就 好像在别的节目上面 讲到说 我好像很没有情趣的人 我才说 原来你来我旁边 陪我看电视就是 就是要 我终于知道了 请问你一个月陪你看几次电视 没有 后来他在我旁 有来我旁边 我说你要 对不对 你后来就会发现 电视就故障了 结果他马上说 没有 干嘛 你要干嘛 我们总是要 矜持一下 你们男生真的很不懂 你刚刚有听到他说的 矜持 他说我们女生总是要 矜持一下 对啊 所以你要邀约三次 懂不懂啊你 有没有 对或者像他的话 这些人来呼导很好 有没有问什么问 所以我是刘备 我要三顾毛鲁 我刚已经讲过 要提示三次 对 我想白一点 今天我们聊求婚 对不对 女人希望一辈子 永远都在被求婚 所以求婚跟求婚 要把他当同一件事 对 你每一天要请他上床的时候 就要当成求婚那样办 就OK 好 那今天 等一下我们可以照办一次 来 信物拿出来 原来求婚跟求婚 是同一件事 我们的结婚戒指 我老婆她 就放在娘家 可是短时间内 可能找不到 那对于她找不到东西 我也觉得很正常 那所以今天带来 是她结婚的一支表 这支表是结婚时你买给她的 对 结婚的时候我们的表 那戒指金不在现场 我估价一下 你刚要金了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款式 这个是原来就有相赚的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款式 白金的应该也会比较好看吧 这个款式没有 这个要内行人来看就是 这个款式很适合李罗 因为她就是金顶不投资 对 哈啰 就是你的时代乳 这是卡蒂亚 对 这是美洲报 对 我知道 你就是可以从卡蒂亚中 也找到跟你的时代乳很接近 对 那你这个不便宜至少两百万 240万 看 对 所以诚意是到的 可是请问佳姐有带过吗 真的 佳姐很少带 很少带 她不喜欢带那种钻戒钻表 戴这个太危险了 那现在 你可不可以带着你这支 去她前面 就求婚跟求婚一样 到中间嘛 再来一次 好不好 可以求婚吗 到时间到中间 你可不是要跳动求婚吗 你可不可以让中间 对 今天晚上你要嫁给我嘛 好不好 我们把求婚跟求婚混为一谈 来 哪怕 应该怎么带 这种的 老婆 戴上这个手表 好好说 蛤 不要 我觉得不要测在扣的鞋旁边 你的语气会跟她很像 戴上这个手表 今天晚上 我会让你感受到 非常不一样的幸福 老不老气的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幸福 绝对不像 有点尴尬喔 现在有点尴尬 所以 所以你只要不抵抗 你只要不抵抗 我会更温柔 对 你看后面说 你答应 OK喔 真的很随便 好 不是 他不是随便 是我比较方便 我随时都可以配合 好 好不好 好 好 结婚戒指要回去要找 要找到喔 好 好 谢谢黎罗 谢谢佳琪 接下来这一位呢 是刚刚当爸爸的Jason 他自己来了 老多 不管你什么时候揪我 我都会全力引步 好 好 要问的话我已经在巴厘岛跟你说过了 但是在这么多人都在看的状况之下呢 我希望你下辈子再嫁给我一次好不好 所以我才可以好好的疼你的 感动了 你一定要好好的跟我走完这一辈子 不管你变胖 变丑 变黑 我都还是会爱你的 真的吗 不是我 你愿意嫁给我妈下辈子 愿意 嫁下辈子又卖掉了 新婚 傻恩爱 你刚刚是用这段来对比 刚刚老夫老妻的那个玩家嘛 不是 我很害怕 你们要继续反 就是问我们 就是有关于我们 谁揪谁比较多啊 谁应付得如何啊 我们不感兴趣耶 不感兴趣啊 对 因为 你们两个看起来没有这一类的问题 对 因为我们也是计划 马上要再生一个儿子 所以我们现在在加紧赶工当中 彼此之间只要 对到眼 是现在吗 这个戒指到底是怎么买的 戒指是 姐姐介绍我到一个 她很熟识的一个珠宝行 然后 当下我就挑 我觉得什么样的戒指比较漂亮 但是不晓得她的 手指的尺寸 所以才打电话问她 我知道真的还蛮唐突的 然后她就说 我来 我自己来 因为她那时候正在做什么 那时候你在做什么 我那时候在用指甲 然后我在百货公司里面 所以我跑去卖戒指的 说你那个可以借我聊一下 借尾吗 然后我就打电话跟她讲我的尺寸 但是样式是你选的 样式是我选的 你选的那一个是 看起来蛮大的 很亮喔 还好一点多一点克拉 但是她颜色是很漂亮的 对 而且我相信你姐姐的品味 一定是有正书的钻石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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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是帮我说话 我听出来的 对 好 谢谢Jason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这一位呢 她就是鼎鼎大名的 黄国伦 欢迎她 好瘦喔 好瘦喔 Hero 你好 瓜哥好 我觉得你们今天聊好宽 对 我们节目是这样的 是你老婆聊的 不是要讲说那个吗 求婚为什么变成求婚啊 这是谁讲的 是我老婆 刚刚那句话的创意 我老婆讲 乃馨你讲说求婚 求婚要当做求婚 这不能用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求婚有三个步骤 你一个月求几次婚 做完就已经三千了 不行啦 这太久了 我们求婚有三个步骤 哪三个步骤 三部曲 三部曲 首先 我请了她爸妈跟全家吃饭 其实我们就是在家 其实还OK的餐厅 吃到一半呢 我就去把门关起来 然后大家都想说 我到底要做什么 对 杀人裂口 我就说 我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那个扣爸爸 跟扣妈妈讲 然后我就站起来 我很慎重 我就说 请你把女儿嫁给我 然后我就鞠躬这样子 我就鞠躬 我就鞠了90度躬 你是怕被拒绝 所以不敢看 对 我就鞠躬 然后她们我就说 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女儿 不过这是第一部曲 那个是征求父母的同意 然后第二部曲就是 就是我画了一幅画给她 就是一个很大的画架 然后上面就是一张我的肖像画 我画了一个她的图片 不是这个啦 不是这一张 不要笑我 明天是奥巴黎克的 我认为这个应该 因为有很多人试用 我在想 贵妍 这张你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借给王世平 你是觉得 像很多人的试用呢 Jason 你只要把小蜜的头发 隆起来也长这样 家姐也长这样 同样 这个叫做万无一失 对 没有啦 你把头发扎起来 我看看 你为什么不带你画她的一张来 没关系啦 我们今天开放的那个专线嘛 好不好 想要租借这张画的 请再来这张画 这是 我跟各位讲 我这个名字随时可以改的 不要闹了 这是我的诚意 你应该带的那张嘛 你画她的那张 没想到为什么我带 她万一带那张又被我们说成什么 那就麻烦了 像别人 朱丽亚罗伯茲不是更惨吗 没有 他不让我带啊 那张很privacy 因为那张她写错字 因为我的上面写一个 marry me 然后奶显一看就好感动 因为那就是求婚嘛 对 可是她一看静看说 什么merry christmas 那个merry 听错了 许愿我吗 我听错了啦 我写成 merry me就是 取悦我 应该是 merry 嫁给我 对 那是merry 我写成merry 因为我情急是下 因为奶显快下来 我就写merry 然后我看了看 没什么问题 对 她是那个台大外文系的 你看 我个人是不是说 求婚跟求婚 有时候傻傻分不清楚 我现场就指出纠正我的错误 然后我现场脸都红了 写错字 然后呢 我就说 其实这才是我本意 对 她本意 对 对 最后就是 我就过两天以后 我就去香港工作 然后我就租了半导酒店 是 半导酒店 那奶显也去 因为她经纪人 她也去谈事情 对 然后晚上我工作完回来 我就把奶显请到我房间 我说奶显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来 对 merry me 不是 然后最后奶显进来以后 我就请她 就是说这个沙发 我就说奶显请坐 她就坐 她就 然后我说奶显 你要化妆来 请坐 过来 就这样这样的沙发 而且我跟你讲 她很好笑 我进一个房间的时候 我就觉得必定有炸 因为她那个 这个椅子放在这里 她还有把那个房间的灯 放在这边打灯 对 我也去调好灯光 因为我在讲 她这边还架了一个那个DV 是要拍照吗 哦 没有没有 我要求婚 要有一个video 而且我还自己 先释入了一段 跟调光 哦 对 特典主要问讯 然后我们从这里来 我们从这里来 我们现在保持沉默 我们都当房间里的灰尘 就好了 奶显就做好了 那我就出来了嘛 那你要拿吉他 我灯啊 我灯啊 你是灯是不是 可不可以换一个 比较亮的东西 我是冷气哦 然后我就拿了一把吉他出来嘛 奶显 我在讲一段话之前 我要先唱这首歌 其实我的千言万语 都在这首歌里面 只心爱你 是我生命 很抱歉 不是 我对不起 我在重现 没有 千万不要剪掉 当下是这样 等一下 这个画面一定要保留 代如 我在重现当天我现场 因为我太紧张 我忘词我唱错了 所以 奶显就在那边 当天也是这样 然后最后 只心爱你 我约 只我一生无法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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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莫子天啊 莫子天啊 你连求婚 你都还要当经纪人耶 然后奶显还误我说 你需要 我觉得那时候我很久 我会写作词 对 唱作词 不是 他自己唱 然后他以为他一直忘词 然后我就这样提倡 我就说 对 只我一生无法超越 你们在 只我一生无法超越 你继续 只我一生无法超越的署名 你继续 只我一生无法超越的署名 我愿付出一生交换你真心 我愿守候在你身旁 不管风雨 无论世界改变 沧海亦丧天 宁愿为你输掉这世界 胜过独自拥有这一切 没有你生命像草一般枯萎 余生错过无法再回头 空流遗恨已摆头 我不想再任意蹉跎 陪我走到世界的尽头 笑看生命潮起头潮落 刹那拥有已是永远 有你我一生复复何求 甜蜜感动在心头 就让我 痴心爱你 我记得我是这样讲 我说我知道我不是完美的男人 我有很多缺点 但是我觉得跟你在一起 我会想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 这个你倒用那个爱妮在心口难开的电影 不要挑剔的 这什么也对了 他真的有这样讲吗 是啊 我也觉得 为什么我穷过的时候旁边有个题词 对 他是DV DV 然后讲 可不可以先让他 所以这剧还在吧 还在 然后我就说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 我 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 你是我最完美的女人 ANGEL 我是NG CLE 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照顾你 守候你 疼爱你 我们一起在上帝的爱中 一起走完这美好的一生 我会爱你一辈子 嫁给我吧 然后我就嫁给他 我就拿给他 我就嫁给他 你没有说好吗 没有 因为 其实女生对于被求婚 大部分都会有心理准备 所以但她还没有回到饭店 她在工作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饭店写好这个回信了 幸福你 心意已经在颤抖了 我就说 你 他念很感动 好 我念重点就好了 我说 你累了 我的心就疼了 你笑了 我就满足安乐 你受气 我就急怒攻心 你被肯定 我就得意非凡 我是你忠实的粉丝 你红或者是不红 在我心里 你早就是最棒的 我想这就是江湖上人称 被吃得死死的吧 偏偏栽在你手中 我却甘心乐意 然后我就写说 一路上我看你成长蜕变 你变得更坦率 更善群 然后才华洋溢 本事过人 可是你的心 不要换脚 那天有没有换脚 她说没有换脚 那天有换脚 我为什么到这节目来罚贵 我看这节目最好看就这样 对 你的心却日渐宽大 平衡 柔软 安慈 你的腿力也越来越强了 你的进步让我惊奇 叫我敬佩 我服气你 崇拜你 深爱你 我懂你的好 也懂你的不够好 我欣赏你帅 也欣赏你的眼尾文汉大肚难 我支持你的梦想 也支持你偶尔懒惰 我乐意追随你的脚步 也勇于与你并驾齐驱 今天是你的生日 在我们 那天我生日 在我们梦想的半岛酒店 我想告诉你 让我嫁给你吧 好感人哦 好感人哦 他即使不跟你求婚 你也打算跟他求 其实那时候他念我以前 我好感动 那时候站起来了吧 那时候我站起来 那时候我站起来 我就拥抱他 我就说 你是我今生不做他想的灵魂伴子 我就说 非你不可 你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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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我 那我可以回座了 谢谢 那这个 佳杰也有感人的故事 要感人哦 你也是 突然发现交往没多久 发现竟然没有来 结果 对 其实 我们在交往的时候 罗哥也是希望说 以结婚前提为交往 所以他看过我住的地方之后 他觉得那个地方 真的就是避爱 然后那个墙壁都裂了 我们就 他就买房子了 所以我搬过去 跟他一起住 可是结婚前 就是非常多的大小吵架 可能为了 可能一下子电话没有接也吵架 然后迟到也吵架 找不到人就疯狂这样 就大小吵架很多 然后有时候我又会搬回我租屋处住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是 我有一天也是吵架 然后我也搬回去住了 然后我在上班的时候 上购物台 然后有一个跑步机 跑了四十分钟 下来的时候 那个月经就来了 然后来了一天这样子 只来一天 然后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每个月都是很准 所以我就去看医生 就医生说那个是怀孕 对 怀孕出学 对 出学 就出学 有的人会 对 然后出学了之后 因为我的配偶栏上面是没有结婚 所以他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好好想一想这样子 然后你跟你的另一半讨论以后 你再过来医院这样子 后来呢 我就觉得整个脑袋一片空白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 怎么可能这样子 然后加上我们就是 认识一个多月的时候 我们有回去 你是说他怎么可能娶你 还是你怎么可能怀孕呢 就是觉得 他不确定 我不确定 我只要脚跨过去就有了 是 对 因为我有跟他回 就是他妈妈家 然后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妈妈就说 我不敢相信 他很少就是会带女生回来 他从来没有就是结婚的念头 什么都没有 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很慌 就觉得完蛋了 他可能才跟我交往没多久 可能还没有那么想结婚 他又是艺人 我又是什么都不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不可能就对了 然后又在吵架 就觉得 我要先想好我的退路 万一他不是想结婚 他不要小孩 他不想要小孩 我要怎么办这样子 其实就是很担心说 我不想要小孩或怎么样 对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我就立刻就是 喂 我怀孕了 然后我就立刻把手机挂掉 然后就全部的电池全部都拔掉 他没有办法联络 他没有办法联络 吓到说 什么溜 怎么可能 还好 那时候我认识他的声音 你干嘛 那时候也没有别人 会打电话给你吧 那时候有来电显示吗 开玩笑 好 结果你自己又不敢听那个答案 就藏起来 就躲起来 然后因为我跟我学姐一起住 然后他就一直找我学姐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我自己要先清楚 我到底要不要小孩 因为我如果要小孩 我就不能工作了 因为我不可能大肚子 才刚上台北来工作 大好前途就要走进家里 对 那如果说我把小朋友 就不要的话 可能跟他也没有一个结果这样子 就自己就是也很挣扎 然后我自己也需要时间想清楚这样子 然后后来罗哥就一直 一直不停地找我 后来我是觉得说 我是真的也很爱他 也很想要生这个小孩 后来我就自己心里面决定了 然后他大概找了我一天半的时间 然后就到我们家的那个 棋楼的楼下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没有电话 就都没有开 然后他就在楼下叫 熊佳姐 给我 你在哪里 你有没有在家这样子 然后结果我在家 我就这样子下来看 看他 然后后来我学姐就帮他开门 他就上来了 然后他上来之后 他就说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你就是要挂电话 然后让我找不到你 他是有一点点生气的 然后我就说我当下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也很担心说你不要小孩 然后他就说 小孩是我的啊 我很喜欢小孩 我当然要小孩啊 我们就重新开始 我们不要那么太多的争吵 我们就 我们就好好的在一起 我们就结婚这样子 很好 对 那一刹那是真的感动 真的很感动 一直哭 一直哭 对 奇怪 当时你们 还没有结婚前 也没有什么谁要谁的那个嫌疑 怎么这么自然啊 现在怎么这么别扭 所以要有三个步骤嘛 三个步骤是对的 分批 在我的步骤是 一 推倒 二 拖下来 三 关真 好 这个罗哥呢 最近是影帝嘛 对不对 是 老婆没有礼物给他 他反而先买了礼物给老婆 在韩国用光了所有的盘缠 到底买了什么呢 买了什么 好 我们请这个礼物自己走出场 来 我买一个 礼物自己走出场 你买一个 哇 你这这哪买的啊 你要买的 你要买一个 Jason 你结婚了 我这衣服很好看 好漂亮哦 他这件是很高级的羊皮 值料的 然后请问这样差不多要花多少台币 对 没有啦 因为我有连 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些 很厉害的韩国人在 然后帮我 刹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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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也就是 那讲原价嘛 多少啦 讲原价 原价 他标多少钱 我买多少钱 最后我是刷卡 对 刷多少钱 那其他现金 因为我是借给别人 哦 对 最后我是刷卡 这件到底多少钱 老婆通常都会问啊 对啊 你不是跟我说几万块吗 几万块台币吗 那时候不知道买了几十万韩币 不知道忘记多少 几十万韩币 所以折合台币也还好了 十万以内 桌上也有一个钻石 来 这个也是罗哥送给佳杰的 对 为什么会送得很生气呢 为什么 罗哥这个很值钱 看起来好大一颗 好大 方钻嘛 这一颗戒指 两颗拉多 然后方钻 然后它的陈设又非常的好 然后说 它如果试驾来讲 我看接近百 接近百 对 对 然后可是问题是 我那个时候是跟它 不经历去逛街 然后就走走走 然后突然间 莫名其妙走到一个 一个珠宝店 然后刚好就停下来 那刚好它就看到 然后后来我就想 我有感觉到 它在看那一颗 后来我就说 问它说 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 然后他就说 好像不错 我说 终于有不错的东西 我就懂了 那也没买 那我就走了 开始我就布局了 对不对 我就 隔了天我就赶快去找老板 然后就赶快看 当然下前还是要谈 对不对 不过这个东西真的是不错 证书什么都有 那后来我就把它买了 买了之后 可是问题那时候 他因为他有事情回娘家 然后带小朋友回娘家 然后我就赶快 趁这个时间赶快 我赶快买了 然后觉得很高兴啊 然后虽然那时候我在拍戏 我在拍昂档的八点档 很忙 然后还把这个事情弄好 然后回家 然后把它放在进门的那个柜 柜那里 然后我还有投射灯 就是那点类似那天卖场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也装了一个DV在那里 没有 然后那个 有需要冷气吗 戒指 放在那里 你只要一看到 你只要一看到 你只要整个人会很温暖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没错 我就太好 我就等他回来 然后问他做几点的 然后他回来 他时间一拖再拖 一改再改 怎么都不回来呢 虽然因为我在拍戏 我出来有打电话 他又还没有 打到我已经快生气了 已经急了 最后大概12点多 终于到家了 我就在想 他到家打开门的感觉 可是问题我还在摄影拍戏 惊喜 然后后来终于他到家了 门推开了 然后小朋友进去了 朋友进去了 他没看到 根本就没看到这个戒指 你的灯光打得不好 没有没有 因为家里就只有那个灯 下次没更大一点 对 不是 家里是暗的 就只有那一趴灯 就那个戒指 怎么会没看到呢 因为你罗哥这才两颗 你弄个16颗拉臉 你看看 看得到看不到 那个他们嫌小 女生真难搞 是不是那个佳姐 就是神经很大条 对 他神经很大条 其实他这样一直吹 他神经大条到不行 一直吹一直吹 其实我有一点点也不高兴了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一直吹我回家 然后一直吹 然后赶快把小朋友 弄进去睡觉之后 我就 因为在门口嘛 我们就赶快进去了 就没有看到 而且你一定开灯嘛 对 你开灯那个 就暗了 开灯要先帮小孩拖鞋子 你忘了弄一个 请勿开灯 对 开灯 不对 本来是预计很浪漫 然后会很轰轰烈烈的 一个战争 怎么样 结果呢 结果 没有战争 没有 也什么都没有 因为后来我戏又拍拍拍 拍到三点多回去 小朋友 他跟小朋友也睡了 连回馈都没有 他也没看到啊 没有 他根本不知道啊 这还没什么 在过了不久之后 我居然发现 这根戒指 在我家厕所的角落 怎么会咧 为什么 洗手台啊 我老婆她很耍 她真的很耍 而且她是很没有金钱观人 所以我就很奇怪 说这么重要的东西 居然我会在厕所的角落 地上发现 你让我看到拿起来 是 我们如果剪刀 也会这样 你知道我们的惊讶度吗 对 不小心掉下去 你是怎么样 你是故意气他如必喜这样子 没有可能洗手掉下去 可是我的东西 我都知道在哪里 就是 他故意放在那里 你放在角落 不可能 厕所的角落是没有 角落就是你的保险箱 我跟你讲 一样啦 连赚表也是一样啦 反正东西 两百多万也乱真 所以你就很生气啊 所以我家不能招小偷 随时可能在角落 会发现很有欠 不会不会 你不了解 佳杰她是有用心的 你知道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这样 小偷进来一定去查 你家的那个保险箱 对 他放在你家的厕所的角落 小偷想都想不到啊 完全找不到 就让看到也觉得是假的 小偷都上厕所在客厅里面 还明白 就是你家的东西都在厕所啦 你讲在厕所 博哥 你有没有觉得 今生多厕所 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我回去之后 可以得到稍许的温暖 还有一点点的奖励 你们俩好好笑 你们平常在家里不沟通的吗 他们都是利用节目 在互相反应的 对 我们都是红娘 你不知道吗 就是即使他们坐在对面 他们还是要对那个镜头讲话 他对这个镜头讲话 他们婚后这三年 什么时候吵架 我们都知道 因为刚才你们节目吵架 这对他很好耶 昨天他录影很晚回来 我还端了一碗 就是热腾腾的汤 他不要汤 他不要汤 他要热腾腾的泥 小咪生完宝宝 他只有要求一样东西啊 没错 他要求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很多 像 我跟他在一起相处 我就知道他其实并不是 一个很物质的人 然后我之前带他到香港 我们一起打 那个慈善的篮球赛 然后在经过飞机场的时候 就有很多精品店 我就想要带他去看一看 各式各样很漂亮的名牌 我想说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是不是应该帮他买一个东西 也许手表也好 也许包包也好 因为难得出国嘛 小咪他很可爱 他跟我讲他真的 没有真正出过国玩 所以我就觉得 他有很多的第一次 他有很多的第一次 会在我的身上 我都会很珍惜 就会很疼他 对 然后我就说 我们只剩下登机 剩下最后的差不多半个小时 你想要去哪里逛 我都陪你去逛 你想要买 我买你第一个名牌包给你 我大概是这样子想的 结果他冲到的那一家精品店 上面是写的 迪士尼的店里面 就买了这个吗 他一进去就尖叫 因为他最喜欢的 就是女老鼠的马子 叫米妮 请问小咪二十岁了吗 有啦 三十了 已经三十了 最喜欢的名牌是 迪士尼喔 这样这个好好养喔 对 好好养喔 好渴望喔 大概三千块就败足了 买什么钻戒嘛 然后买一个杯子 买一个这个抱枕 这样就好了 她说这个枕要放我车上 因为她坐到旁边的时候 就可以靠着 那有些时候我不小心开车 把它弄乱 还要跟鞋子放到一块 她会跟我不开心 她把那个当作宝贝一样在腾 那我就觉得 她其实是一个就是 不是要去看人家名牌 还是什么的 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小女生 小女生 那她生完孩子 也只是要求一个包包啊 对 在这里 BB的包包 这是你买的还是她要求的 对 这其实我也是觉得 我应该买一个包包送给她 是你买的 她还能要求喔 有 是我自己跟她提的 就是小朋友生完两个月吧 我就说 那我生一个女儿给你 是不是可以送我一些什么东西 她说好啊 那你要什么你自己选 我想一想就说 那你送我一个名牌包好了 然后她就带我去挑 真的 那我就挑了这一个 那一间其实 我也有看过一百万的包 但是你挑的其实也是 让男人还会微笑的价格呢 给多少钱这个包 差不多八万 八万块钱这个 你看她的表情 来 我怎么样 来 再讲一次八万块钱 怎么样 没感觉 啊 不是 不是 不是啊 怎样 我觉得很平静的表情 对啊 对 对我来讲已经算是还蛮多了 对 八万块很多了 很贵啦 你对乃欣的出手是大方的 可是都不是我要的 都 好 我好好讲 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我不喜欢 是那些东西不是我想 会想到要要的东西 其实我个人认为 今天要比大方 我觉得那个我们罗哥第一名 当然 对啊 罗哥出手多大 不会 这两个表 你不要小看他 但是大方换来什么 什么都没外来 手上还有一堆 换来 你看 这是国伦埋给乃欣的 没有 因为他有天跟我讲说 老婆我们三批好不好 三批 对 他说三批啦 他就说我今天买了三批给你 那什么叫三批 他说他买了三个批开头的表 就一个配到喊一个批批一个AP 一次买三个给你啊 对 这三个 批批不得了 这三个是很接近的 不是一天买很接近的时间 这三个算起来也一百多 就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床上 有一个很漂亮的礼盒 就包得很漂亮 然后还有这个卡片 又来了 我这样讲 我说我最美的妻子乃欣 不为什么 因为她很美 她非常稀少 正好配美丽又独特的你 但其实它象征很多的意义 第一个 这是一个潜水表 它象征我对你的爱 深不可测底 对 第二个 它有极细腻的唇筋外壳 代表我对你的爱 精纯如金 不怕火烈 第三个 它的品味棕色面盘 正如我们的爱情气味香醇 质地争放 哇 最后 它是一纸 好会牵托 即时梦幻的艺品 宣告我会爱你分分秒秒 时时刻刻日日夜夜 岁岁年年 永不停止直到永远 所以这个是否配拿来的 对 那请问那个AT 跟那个PP的在哪里 你是替这个 虚勇AP跟PP的在哪里 你把这个表写广告放吗 没有 这是我觉得 我买一个东西 需要有它的象征意 我可以让它成为一个 它看这个表以后带 它会想起我写的这些话 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 好感人哦 我真的觉得 结果乃兴有常在吗 没有 有点写错 其实我要的只是每一天 很频繁的一两句讨喜的话 对 譬如说她喜欢弄这种很神秘 譬如在床上弄一个什么 就像罗哥这样打个SPA-LINE 可是你知道其实有时候 我们女生要的只不过是 常常甜言蜜语就好 来 我 我 我持久了 我很感谢老天 让选中了你做我的太太 然后也很感谢这段时间 你跟我还有我的家人 可以相处得这么融洽 我们现在是三代同行住在一块 当然跟你之前 想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也因为爱我而爱我的爸爸妈妈 那这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地方 那我会好好地照顾你 爱你 谢谢 谢谢 好震惊喔 好不好 有中吗 有中吗 有 有感动 有 还有浪漫 浪漫 好 关心你今天晚了 其实我说实话 我也知道我这个老婆 我在给她住在好的豪宅 给她在买多 多好的车 像我那种不管几百万的车 还是在买什么多贵的转机给她 对她来讲是没有用的 对 因为她眼睛是看不到这些东西 就像她推开门的时候 她看不到这个转机 我很清楚她要的不是这个 对 那可是在夫妻界这段路来讲的话 我很努力地在做 可是我是希望给我的家人 我太太过最好的 你一直跟我们讲干嘛 你要对她讲 她哭了 她有中 不是 我看她我怕我会想哭 我不相信 你看着她 然后我很努力地在赚钱 我只是希望说 可以给她们过最好最好的生活 那当然我在外面 会有很多的酸甜苦辣 可是我也从来不会跟任何人讲 可是你要相信我 有一天我们俩都摆头发的时候 我会把自己照顾健健康康 我会牵着你到我这里 有啦 有中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选择甜言蜜语 但有了一段年纪之后 其实我们喜欢脚踏实地 我下次如果吵架的时候 不能原谅你 我就把这一段重复 对 我们会 我们会移动那个电视台给你 所以 如果今天你有一点感动的话 可不可以换我 换我吃就好 他就中了啦 我今天就去玩 老婆啦 而且他们两个都哭成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 你有办法让他哭 我就服了你 老婆我答应你 你要的我都给你 你要甜蜜蜜 你不要那个钻戒钻表 我觉得我知道 你不喜欢那些东西 你要我真正的看到你的好 肯定你的好 知道你的价值 我说我何德何能可以娶你 真的很棒 我真的很谢谢你带领我 不是带领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然后你带我进入演艺圈 然后也做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有时候我非常软弱 非常害怕 可是你一脚把我踢进来 你为我打开很多 我不敢面对的门 你给我了很多勇气 我谢谢你 我会常常记得你要的东西 我会给你你要的东西 给你要你所谓梦幻的爱情 I will do my best Trust me OK 其实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现在可以开始讲实话吗 不用再讲了 我们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没有寇乃鑫 真的没有今天的黄国伦 对 因为他其实很难搞 你知道吗 不要再讲我难搞 你真的很难搞 其实我真的没有你难搞 你真的比较难搞 你问好难心谁难搞 他是叫他去上节目 他还说没有 我是艺术家 我不要 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 带领你跟各位面对真相 我们先来公投 好 来看一下 一定是你难搞 没关系 来 老婆 我很好搞 赶快啦 这一切都买 好 各位 各位 各位男性朋友 有快乐的老婆 你们才会有愉悦的人生 多带老婆甜言蜜蜜一点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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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 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 啊 我们下吧 现在一看 我们下一个有点 我们下一个 atau一个 轻舍 我们下一个 我们下一个